原来不想这么快就把消息放出来 既然墨家这么不识趣 我和苏玉啊 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自从她做了董事长夫人 就不和我们这些朋友来往了 她这个人啊 是出了名的贤贫爱妇 当初甩了现在的墨总 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后来她怀孕了 墨总却转身去 追谷家那位大小姐了 但是苏玉看起来一点都不生气 现在她风光得很呢 怎么会 到底是哪个贱人出来倒打一耙 当年明明是给过他们好处的 妈 穆罕她不是沙沙男朋友吗 她这么做 对得起死去的沙沙吗 清清 你马上去沈家 求是穆罕西施宁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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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